国会反对党领袖兼人民公正党顾问拿都斯列安华说 四明明年议员遭国会冻结议员资格6个月 是因为碰触安可国际公关公司的课题而引起 并质问为何安可国际就有如何巨大权力和影响力 安华今天特别要求巫统及安可国际清楚回答所提出的质问 安华质问安可是什么东西 难道他们是握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导致我们无法质疑他们任何东西 安华也质问安可自称是专业顾问团体 但是为何直接涉及大马的政治运动 因此他认为安可必须共同承担责任 同时也要求巫统领袖和安可解释此事 安华举例俄迈区国会议员阿兹敏 是因为在议会厅中触及安可的信件 所以被冻结议员资格 安华今天在公正党总部召开新闻发布会时表示 根据他掌握的文件 包括安可与大马政府签署的合约 以及安可关联公司与以色列政府签署的合约 来证明安可是一间在以色列拥有基地 同时有数名前以色列特务人员 作为管理层的国际公关公司 并且早在纳吉上台之时 就已成为政府的顾问 因此他也要求安可应该停止在我国的政治活动 不应该再继续解读被视为贪污腐败的政府 就是这个动作的核心 傍09 switch 但是 终于 关于 ört 曲 attain